你不想要 真是没想到啊 多多你说 他们单身拍拳 是什么马路牙的风格 他们四个有时候呀 就像个没长大的孩子 就像个没长大的孩子 放心了吧 是你放心了吧 我放什么心 你就别装不知道了 其实呢 你知道 我知道 就是不知道 人家知不知道 我知道什么 你知道你应该知道什么 看我的眼神多多 我承认 我有时候吧 好像是知道 但有时候又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一件事 嗯 南极和北极在一种情况下 是可以见面的 怎么见面 融化成海 汇聚大洋 能不能集成的 吗 我身体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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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必要的 你还静静好吗 几点了 几点了 我看一眼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我这 快快快快 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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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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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赶紧洗漱去 你要快点洗漱啊 别磨磨蹭蹭的来不及了 衣服洗到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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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衣服换了啊 赶紧 我洗 我现在去换 老婆 因为你 我把婚礼往后 推迟了半个小时 向小飞 希望这是你人生中 最后一次知道 我保证 我再也不知道了 那里有三张卡 一张是别墅的门卡 以后是我们的家 还有一张 是上海那家酒吧的 无限卡 听说昨天晚上 你跟你的兄弟们 玩得很开心 那以后 如果想跟他们玩的话 就只能去那家 如果去别的厂子 行 知道了 知道了 我看我儿子多帅啊 他这几个朋友真是亲 四个大帅哥啊 放松一点 来来来 学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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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走 好 请我们的各位来宾尽快入座 我们的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 各位来宾 大家好 我是本次婚礼的主持人 同时也是 向小飞先生的伴郎 在这里 我向大家郑重地宣布 向小飞先生 和刘胜南女士的婚礼 正式开始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二位新人入场 好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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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这是最先进的自动驾驶 我也是第一次亲眼见 出来了 出来了 什么情况 是不是车出问题了 不差点害了小飞 你 各位 我们的新郎 用这种别出心裁的求爱方式 跪在了我们新娘的面前 把我们的新娘奉为今生 唯一的女神 对对对 那个 我是想用这样一种特别的方式 来迎接你来到我的人生当中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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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挺好的吗 现在请我们的新郎站起来吧 牵着新娘的手 回到主舞台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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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来 爸 爸 我知道 这个婚结得比较仓促 但是从今天开始 我和盛南就是夫妻了 我会好好爱她 好好照顾她 您放心 放心 盛南 还好玩 爸 我把我女儿救给你了 谢谢 对吧 从今晚后 我们都是一家人 当年你和妈妈结婚 也是这么有趣吗 是 就是我也真就好 咱们今天不聊这个事情 可能这些 都是天意吧 这儿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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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这个 走 走 来 走吧 来 来 谁吐 房儿 今天晚上小飞啊 不是回新家了吗 杰森这儿特别不适应 要不你过来阳台 咱们仨喝一杯 我刚哄金哥睡闻觉了 我不去了 累了 明天见吧 今天得心情吧 没事 我懂 咱俩喝 我曾经多么希望给你幸福的那个人是我 但我却不是你最需要的那个人 我一直想为你做点什么 但是我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是要睡在这里 还是要进屋睡啊 我 应该进屋睡吧 你那么聪明的人 在这儿给我装傻呢 我觉得啊 就是现在我们结婚了 这个 就是这 受法律保护了 对不对 要是进屋睡的话 应该也不算算法啊 还不赶紧 进屋之前 我再提醒你一次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 牢记在心 就是 应该是 人不在心 我们的儿子 我们的 你能在家里面 还是要关系 我们的老虎 是 我们的老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 我给你炖的那个银耳莲子羹 临时决定飞汤因果 有个紧急会议 刚起床就要走啊 你辛苦了 下次回来吃 走了 爹 不是说你们这一个个 大早上过来干吗呢 上早操啊 不是老大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啊 离预期 就是只有三天了 我们整整熬了两个大爷 还是没办法实现 百分之百的道路规划 而且Bug率还非常高 我们这儿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没关系 老大 这怎么能没关系呢 要不 你骂我们继续吧 老大 我知道我们让你失望了 要不这样吧 你再去找徐总好好聊聊 再给我们争取一点时间 哪怕一个礼拜 我保证一个礼拜 我们肯定会有突破 哪怕一个礼拜 我希望你们可先信任我 我会处理好这个事情 相信我 据我所知 还有三天时间 才到A组的项目提交日 佟总工今天这么着急找大家 是不是实验有了结果 首先我要特别感谢徐总 帮我召开了这次会议 也感谢各位的倒查 那我就跟各位聊聊 自动驾驶项目 自动驾驶项目 我们A组开展欲两年前 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 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 但也取得了很多进展 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我要谢谢在座的每一位 对我们A组的支持 但是就在许总进入了公司之后 自动驾驶项目进入了平静期 对不起 可能我这么表达不太准确 应该是自动驾驶项目 进入了平静期之后 许总进入了我们公司 就在那个时候 我跟许总立下了一个约点 现在这个时间马上也要到了 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的是 结果怎么样 虽然时间还未到 但是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我同意许总之前的说法 暂停自动驾驶项目 我输了 我许总统驾驶项目 你这 太突然了 其实不突然了 我觉得在座每一个人 其实心里早就有数了 只是有我一个人 还不认输罢了 通工啊 别太亏气 这不是你的问题 这个时间要求 确实是强人所的 是啊 别影响情绪 其实我现在可以接受 所有的结果 谢谢你们二位 但是之前的约定 我还是要做的 姜总 我的辞职信已经写好了 如果你需要啊 我今天就可以办理辞职 我知道你是一个 言出必行的人 但是不要冲动 姜总 我没有冲动 但是 但是如果公司觉得我同意 还有用不之地 还需要我是一个工程师 我愿意留下来 因为我曾经的固执与坚持 确实给公司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我希望可以弥补 所以我现在 愿意尊总 许总还有江总 你们两个之前对我的安排 加入李德组物流分检项目 你真的想好了吗 我想好了 江总 您来定夺 定夺什么 是吗 洪雨 你是我当年一手请进来的人才 也是制动科技的首席技术官 辞职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也别这么冲动 我也不管你们有什么样的约定 我不会让你以任何原因 离开制动科技的 老板 我听你的安排了 既然想通了 那就按你说的办 自动驾驶项目 暂停 你带着A组全员加入B组 那 佟总工是咱们公司的首席技术官 是我的领导啊 进入到我们组 那工作怎么分配啊 李工其实你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 因为对于这个项目来讲 我非常地尊重你和你的所有的组业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 这些付出和心血的意义 如果说李工你不介意的话 我愿意作为副组长 咱们两个一起将这个项目尽快落实 转化为效益 为公司创手 好 那我看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同工带着A组全员加入B组 全力研发 我说你一个个个这么丧人干嘛呢 这不就是一个项目吗 不管结果怎么样 但你们是我最信任最欣赏 最依赖的战士 如果你们还相信我这个老大呀 从现在开始把自动架持的所有的项目和文件 全部收起来的 今天下午开始 全身心地投入到B组的新项目当中 好吗 待会儿 走 干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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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 可以 好 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是经常跟我说那句话吗 咱们就事论事该过去的东西就让它翻篇吧 我呢对于公子而言是一个戴罪立功之人 我要把我所有的精力放在物流分解项目当中 我不能再输一次完了 童韵 如果你真的想好了 我希望你放下包袱全力以赴 因为你真的可以做得很好 妥协胜利者的鼓励 你赢了 咱们俩没有输赢 差不多了 咱们该撤了 服务员 买单 好 别说好了我来买单啊 我这辞职未成 换宋宴还要进行下去吗 什么换宋宴啊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 我离职那天你请我吃饭 但是问题是我没有离职 你这个男人 白瞎长一张帅气的脸 所以说这顿饭还是要由我来请 因为你是个女人 我曾经幻想过 这个男人失败后面对我的场景 然而我却怎么也没有想到 她竟然一直在笑着 而且笑得很轻松 可我知道这笑意 远比巨石更加沉重 但这笑意 也让我感觉到蕴含着一种力量 她不会被压垮 请播到的用户已关机 车后再摸 对不起 对不起 先生您好 您的外卖 我没有点外卖 不会啊 您不是向先生吗 你稍等啊 向先生 是我老郑 我看外卖显示已经送完 您收到了没有 您怎么想着给我送外卖啊 您不是求婚嫁吗 刘总吩咐 让我照顾您的生活起去 我呢 就给您定了份外卖 是您最喜欢的香菜 她怎么样 安全到英国了吗 电话也打不通 好像还没有下飞机吧 向先生 刘总一般工作的时候 也不接便了吗 问题我是她 算了 没事 顾老二 我一会儿闪送些外卖给你 您收到跟我说一声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公司八家 外资企业四家 这是国家公认的4A级物流企业 六号 十二号抬的牛排 这是六号 这是十二号啊 6号 quarterback 5号铺 1号铺 9号铺 哎 买什么呢 这么忙 菜吃人玩手机啊 上完这道菜之后 把那边牛排帮我修一下 然后牛排出去吹好 按摩完我教你怎么腌制 拿什么呀 师傅 您的意思是我给做牛排了 牛排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还有分子料理的 选不选啊 不许我找别人了啊 好嘞 你等着 我给他来个太史韩世日条龙安坡 就你话得最多 走吧 我会是一个人吗 你会想要找到 你还能不能再给你 俩你咋听 你也想要找到 你还能忍激 我还能够 你没想要讨论 你还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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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能够 你还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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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 杨茜 不是 你们吓死我了 西龙珠等待你召唤神龙 咱们这么多年 还真算是有点磨叹啊 老大 这一路我们可是千儿都没敢出 小杨说这是秘密行动要保持进度 这也怕我们紧张的 你们刚才过来的时候没有人发现吗 天衣无缝 那我就认真跟你们说点事啊 自动驾驶项目是你们七位 包括五赛内咱们八个人共同了心血 公司现在最终的决定 暂停这个项目 但是 那是在上班的时间 下班的时间他们管不到我们 所以说我有一个建议啊 从现在开始每周三天 下班之后两个小时 继续攻克这个项目 想跟我在一起 你们就留下来 如果也不想的 我也很理解 老大 我们等你这句话可等了一天啊 对了 隔壁那边 你们懂了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们应该安静有效速度的 去完成我们的工作 开始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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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了 动了 你太熟了 你太熟了 好喽 我又回来了 我又回来了 你怎么不吃啊 你看我叫你干吗呀 我吃啊 我看你吃我更高兴 你看我吃你也高兴啊 不过你挺能耐啊 这么难排队餐厅你都排到了 不过现在不是饭点吗 你们餐厅不忙吗 还是你被开了 瞧你说 我告诉你 那是你不了解我 就凭我 有实力 有运气 得了吧 这俩要哪样的理由啊 那是你还不了解我的魅力 我告诉你 这个餐厅的女经理 看见我 帅哥 两眼都直了 要个位置还不好要啊 我了解了 失恋综合症晚期 忙碌自恋 你太不了解我了 我告诉你 我早就放下了 你信不信 我还真的不信 就跟这秋葵似的 看着健康空心的 我告诉你 那是以前的我 现在的我 百毒不清 你多吃点这个 特色菜 多吃点啊 杰森 怪不得你着急请假的 原来也是出来吃饭来了 好巧啊 阿姨说这家味道不错 所以我们就过来了 是 这家是不错 但是这个很难定位置的 你们定到了吗 定了 因为我家里人正好来上海 想见见小悠 所有我提前定的位置 这 这么快啊 有时候碰见对的人啊 有些事情确实发展得挺快 这还要谢谢杰森哥 要不是你 我也不会留在餐厅 我也遇不到阿姨 对了 一会儿进来一起喝一杯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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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杰森哥 你跟你朋友先喝着 我们先过去了 等会儿 我不是她朋友 我是她女朋友 正好 这杯酒我先敬你们吧 我是月子倩 很高兴认识你们 你们的事我已经听过了 误会一场 大家都不必走心 我要感谢你们呢 要不是你们呀 我怎么可能遇到杰森 遇到我的幸福呢 杰森哥 你女朋友真漂亮 说话也很大气 没有啦 你看 她平时大大咧咧的 其实呢 内向得很 你看 现在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吧 可爱的呢 新爱子 赶紧送送她俩吧 她俩还没吃饭呢 不用了 我们慢慢吃 我们先过去 建森一会儿过来啊 真 caller 你不在意吗 你也不要吃饭了 对 茶不撕 饭不响 眼不动 嘴不张 你这典型的撕春症状啊 谢三 有什么不开心的 就哭出来 像以前一样 别抽风了 好不好 他装什么可怜啊 我觉得我还比你可怜呢 刚刚新婚之夜结束 老婆去哪儿都不知道了 该被安慰的人是我好不好 小飞啊 我跟你说 这个嫁入豪门的生活就是这样 现如今你可是王的男人啊 这得认 这新婚燕耳的 也不能帮我们小飞扔在家里 自己不管不顾的呀 就是 反正这回哥们扎心 你这是扎什么心啊 我才算是真的扎心了 发生什么事了 说一下 我跟你们说 她说 她是我女朋友 还是怎么回事 十几分遗心 你别跟我领着 不跟你说 我还不交太多了 还不帮她 都别担心了 不合你 有关了 那那个女朋友 我没关系 你 我吃你了 我吃你了 你便宜了 你对我 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是心动 我好像对以前喜欢的东西 喜欢的女孩 瞬间全部都消失了 我的眼里 心里 脑海里 好像都是她 也许这就是爱情 你稍等啊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但是我只有一个好奇 你能追上叶子前 我知道很难 那怎么办啊 她都说是我女朋友了 我总得追吧 疼 疼 你能不能拿出对待工作的态度 来对待我的事啊 告诉我 我到底该怎么办 杰森一个内心无痛苦 无欲望 无束缚的大挑衅男人 在这一刻 就像金刚一样在看你忙 可是我完全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 你说话呀你 但是我却知道 哪怕是胡说八道 我也要说 因为她需要的不是答案 是支持 你过来一下 胆子啊 乖 去去去去去 我这么跟你说吧 现在你所有的套路 都是她的强下了 所以呢 你应该改变战术 打破所有的套路 我们换一个思路重新再来 什么意思啊 在你重新建立的整个过程当中 你要换一个思路 咱们要逆向思维 不是说你能做什么 而是他能做什么 他擅长什么 但是他又不擅长什么 不能做什么 但是你擅长这个东西 这个 它就是你的强项 我 别人懵 我来给她解释一下吧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要了解 岳子倩有什么是不会的 而你恰恰又特别的厉害 这个 就是你最强的武器了 你真是笨哪 通俗一点 就是岳子倩没有 但是你有并且很强的东西 我告诉你啊 就像你给我做的饭一样 你擅长的是厨艺啊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 我们想要拿下一个女人的心 就先要拿下她的胃 我只是说 二女 绝对成了 应该很了解我 我希望你吃过的牛 能够实现 外面有动静 别给我演 真的有声音 这就是一八万手法 我觉得你真的应该来 跟她好好认为 好是在